为了躲避中共的政治迫害 我现在来到了台湾 我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 我请朋友们呼吁台湾政府 不要把我遣送回中国 我以前一直是想留在中国 为自由民主做一些抗争 但是这两年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严峻 特别严峻以后 中国公安对我们的打压迫害也是越来越残酷 越来越疯狂 今年60岁了 我逃出来不是为了美国的经济条件 我在中国虽然不富裕 但是也吃得饱 就是没有人权 没有尊严 没有法治 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被中国公安逼出来以后 我希望到美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但是一下子去不了 我只是有能借到台湾 在台湾寻求一个短暂的安全 台湾毕竟也是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 在这里比泰国比老挝都安全一些 我知道台湾不是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 我也不想违反台湾的法律 也不想给台湾的政府添加麻烦 我只想借到台湾 请你们给我一点同情心 让我入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世民 我现在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转机厅 为了躲避中共的政治迫害 我现在来到了台湾 我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 我请朋友们呼吁台湾政府 不要把我遣送回中国 谢谢大家 是为什么会担心回大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样的 譬如说社会运动还是什么的 我从2016年开始 进入这个中国的公民圈 就是有的人称我们民运人士 有的人说我们是维权人士 反正就是 关注这个不公的社会 这个司法案件啊 你比方说秦永敏啊 这个 还有一些 像你们台湾的那个李明哲 我不知道你们晓得吧 我知道 李明哲他在我们湖南岳阳被判刑 我们就去围观生源 很多了 然后我就从17年开始纪念六四 我不知道你们了解六四吧 六四在我们中国 4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六四 不准谈 所以我每年纪念六四 每年都被他们抓捕 拘留 我以前一直是想 留在中国 为自由民主 做一些抗争 但是这个两年以后 国内的政治形势啊 特别严峻 特别严峻以后 中国公安对我们的打压 迫害也是越来越残酷 越来越疯狂 他们到了最近 他们可以随意的传唤我 拘留我 传唤我不给我拘 传唤证 拘留我不给我拘留证 不履行任何法律程序 还抢我的手机 我逃出来的直接原因呢 就是7月21号 公安传唤我 传唤我以后 这段时间我没有干什么事 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他们想要跟我一起 老陈过来我们聊个天 因为我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就必须去 我一不去 他们就上门 我不希望他们到我家里来 所以我就配合他们 他们打电话我就去 去了以后 什么事情都没有 就突然就收掉我的手机 抢了我的手机 5月26号就抢了我一个手机 这次7月21号 我的手机的社交软件 全部是出于登录状态 我就质问他们 你的手机放在桌子上 我拿一拿 你是什么感觉 你现在把我的手机拿走 然后呢 这都还是一方面 就跟我谈话 就是聊天一样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两万天以后 他们要给我做一个精神病检查 鉴定 这就 这就比较恐惧了 我们湖南有一个董耀琼 你们知道吧 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习近平的那个画像上面 扑墨的那个女孩 她就被关在精神病医院 现在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如果被中国公安关在精神病医院 关个两三年 你出来一个正常人关进去 出来保证你没有精神病也有精神病 所以我就感到很恐惧 7月21号中午 我回家以后 我没吃中饭 我收拾了几件衣服 我就逃了出来 逃了出来以后 我坐公交车 公交车不用刷身份证 我坐公交车 到了长沙的黄花国际机场 在那里坐了一晚上 7月22号早上8点40个飞机 飞到西双版纳 然后再坐转车转车 7月22号下午6点多钟 我就跨过了中国和老挝的边境 你们台湾人应该是叫辽国吧 我跨过那个边境就进入了老挝 进入老挝以后 到了7月26号 他们就发现我失踪了 就到处收拾我 并且把我坐的那一趟航班的 我的座位旁边坐的是哪一个乘客 他们都截图了 而且有我的相片 截图的相片 他们在云南和老挝 我大肯定收拾我 冻结了我所有的银行卡 所以你现在是身无分婚 现在身上没有钱 我身上有一部分钱 朋友是赞助的 我现在身上有几千块钱新台幣 昨天晚上在泰国的飞机场换的 我现在是只知道闭着眼睛往前走 有上帝来引领我 把一切都交给上帝 所以您是怎么从大陆到老挝的 您的护照是可以出国的吗 没有 偷渡到老挝 从云南偷渡到老挝 那您护照怎么从泰国过来到台湾的 你的护照是在身上 我的护照被中国注销了 但是这个护照的本质还在我手上 我不能从海关出来 但是我可以投越国境 辽国 泰国 他们不知道中国公安注销了我的护照 你们台湾也不知道中国公安注销了我的护照 可是你的护照 你进到泰国之后 你怎么 因为你没有泰国的入境之下 你是偷渡的 那你怎么从泰国坐飞机过来 这个事情 这个细节 有很多朋友帮助我 我不便透露 我一透露了 可能对他们 造成一种 不必要的麻烦 我希望你 这个问题不要问 希望说待在 要去哪里 然后希望台湾这边是不是提供你什么样的协助 我是今年六十岁了 我这是完全 我不是为了 我逃出来不是为了美国的经济条件而好 我在中国虽然不富裕但是也吃得饱 就是没有人权没有尊严没有那个法治 那个 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 被中国公安逼出来以后啊 我希望到美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但是美国我一下子没有签证 我去不了 我也没有护照 也没有签证 所以我逃到老挝 从老挝逃到泰国 从泰国到台湾来去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它比老挝比泰国安全多了 像你们这么多法 如果是在中国 这个机场工作人员马上就可以 所以我强行迁返泰国了 刚才他们只是询问我一下 我是不愿意回泰国 所以你什么时候到台湾的 昨天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几点 6点30分 6点30分 所以目前为止只有台湾的移民署跟你接触过 包括美国这边加拿大这边 你们都还没有接触到吗 台湾移民署也没有接触 都还没有接触到 现在接触的就是他们机场工作人员 那您在泰国或者老挝的时候 有没有尝试已经联系到 美国方面还是加拿大方面呢 没有 都还没有 没有 好 就是说 呃 你目前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那希望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希望到美国去寻求政治庇护 但是一下子去不了 我就只有 能借到台湾 在台湾 寻求一个短暂的安全 因为台湾毕竟是 也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在这里比泰国比老挝都安全一些 我知道 嗯 台湾不是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 我也不想 违反台湾的法律 也不想给台湾的政府添加麻烦 我只想借到台湾 我只想借到台湾 请你们给我一点同情心 嗯哼 让我们入口 好 中文字幕——YK